大家好 我是Wakis 歡迎來到全面戰爭三角 今次我想帶給大家1.5.1或者1.5.0 更新了這個姜族獵人 他可以變成一路跑一路射箭之後 我們就重用一下帕提亞戰術 我們講解一下 帕提亞戰術簡單一點就是利用強大的重騎 再加上很多的弓騎和弓箭手 你看到我們基本上是一隊近戰步兵的 那做法會怎樣呢? 就是當你去進攻的時候 你會用很多的箭 你要攻騎、攻箭手 不斷地用箭去掃射 當對手的步兵向前衝的時候 你的騎兵就會在這些洞洞洞洞 就憑著他一直衝的時候 就來交錯衝鋒去破壞人家的步兵陣線 那因為你這個陣法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近戰步兵 就變成你遠程理所當然應該是多過別人的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遠程優勢裡面 基本上是一路打一路後退 當別人向前進的時候就向後退了 那所以我們選兵當然很簡單 看看姜族獵人這個無敵的攻騎 益州攻兵一路走一路射 還有這個近戰你看看他的指揮 這個哪裏啊? 這個近戰基本迴避40% 和你那些近戰步兵沒有什麼分別的 好,那我們這裡就緩速一下吧 那我們這裡我們會有用飛騎 那就是比這個鐵甲騎兵更加貴的 重型刺激騎兵 不得了這隊呢 最重要的是他士氣是更加高的 好,那我們看看對手吧 對手就放一個很防禦的陣容 看到有重型長槍衛兵 我們看看別人的武將 人家是有這個金章國 金許柱 還有呢 咦,還有沒有多個武將呢? 見不到 不知道放在哪裡了 好,不過不要緊 我們看看 對手這裡有這個安良軍 這些是王... 咦,這裡 諸葛亮 諸葛亮帶了一大抽的益州蛇手 那似乎諸葛亮呢 咦,大約金諸葛亮 那可能就是這樣的陣型 那我們看多一點點 那他這隊是這個孫義先鋒 天道使者 我自己覺得這隊的長槍 義勇長槍騎兵應該就省少少錢 叫多一句天道使者就會比較好 那不如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這個 我們瘋狂的 姜族碟人250射程 諸葛亮帶了射手 都完全無法興奮他 你看到呢 完全... 正常的柏提亞戰術 攻擊通常的射程 是不會遠過人家的 這些步兵的騎兵 或者是老兵 是只有全面戰爭三角才敢 所以奇怪 你看到呢 四方版這樣射 人家基本上站在那裡 都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做到 那你會看到 因為我有這個遠程的距離優勢 你看到我這些益州公兵 剛剛好會站在呢 就不會射到別人的位置 那我猜我應該 一會有些操作失誤 就被他們射了一點點 但不要緊 全面戰爭三角 你看到益州公兵 是34G戰 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你看到我們的左翼 張飛帶著一隊的飛騎 進入了森林 因為人家有很多的攻兵 進入森林在這裏 質疑地衝過去 就會有很好的做法 那這套騎兵衝過來的時候 這個姜族獵人的威力就在這裏 他們可以射箭 也可以打近戰 這裏擋了一下 衝鋒 馬超剛剛在這個位置 森林裡面湧出來 剛剛好折挺了人家的許柱 這裏人家的騎兵 完全在這裏 被我四方八面包圍 你看到飛騎都要湧進來 那你見到我這些 益州公兵 看到人家湧上來 就慢慢向他們後吞 一隊的姜族兵 就站在這裏 什麼呢 就慢著人家衝過來 在這裏幫忙 在這裏盡量折挺他們 這隊的姜族兵完全沒有用過 我們看一看這裏 對手沒有騎兵在這裏幫忙的時候 張飛帶著另一隊飛騎 也會湧進來 在這裏 只要你不是直接衝過人家的長槍 兵正面的話 你不會有很大的損失 所以張飛和飛騎就完全解決了 你會見到這個戰術 是挺屈的 你看到人家的重型武兵 完全毫無用 沒有置敵 就在這段時間 對手已經知道自己輸眼 就離開了戰場 那這些打得這麼快 所以你會見到我一次過 我們今天就講三條魚皮 好了 同一陣型 我們看到這次對上的是什麼呢 有這個和平衛兵 我們進去看看 有斬馬兵 太史詞 這個我忘了怎麼讀 同時有趙雲 那趙雲呢 演藝模式呢 都尚算可以 史詞模式呢 就真的不行了 好 我們呢 進來之後呢 又看看 剛剛的陣型呢 其實是一樣的 你看到呢 我是用同一個陣型 連續打幾場呢 為了拍片給大家看 那這隊的 姜族兵呢 這個是破盾的 你看到他們呢 拿著兩把斧頭 但是不是會隨著你的 這個 那其實最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萬一人家有些重型兵呢 我們真的是 弓又射不到 他們弄了個廢柴盒又衝不到的時候 就要憑他呢 去突破一個破口 那其實是一個保險作用 好啦 我們在這裡呢 姜族呢 就很自然地走上 我們看看今次 和平守衛 和平守衛 我記得我以前曾經拍過片 就介紹他這隊的東西 很厲害的 因為他有這個60%的遠程格擋率 那還有呢 他是 中型的磁魯步兵 那但是問題就在於什麼呢 就是現在1.5.0開始 他射成了200 但是姜族兵人呢 有250 整件事馬上錯了 他們站在那裡 被人來掃 雖然這個遠程格擋率 60%是很高的 但是你看看 這個姜族兵人呢 有成50之戰 那這裡射一下射一下 其實你就算擋到 都擋不得多久 你看看這裡 完全是極度悲慘的 這個帕提亞戰術 本身是在羅馬 那裡做出來的 但是你到全面戰爭三角 你看看 這個姜族兵人呢 真的勁得很誇張 癡鬼線 你看看 他們250射程 又近戰又打得 因為你玩羅馬爾的時候 這個龔騎就是龔騎 你龔騎是不可以打近戰 他不是的 這隊 又打得近戰 又可以射箭 還要射得遠過全世界所有兵 神經病 好了 你看到呢 這些呢 你一路慢慢拖的時候 完全是迫他 那這裡呢 我們賺了一點點的優勢 一直向前走 你看看 我呢 將兩隊的益州公兵 甚至三隊 有一點點是傾向這個位置 因為呢 人家的三隊的武將都在這裡 那我們看著這個位置 怎樣呢 我們一路射箭 這些中型磁都步兵呢 其實都是擋到箭的 但是 不是真的擋到那麼多 我們看吧 我們一隊的益州公兵 剛巧走進去人家的射程範圍 但是 有這個姜族兵人 不斷地掩護的時候 這隊就算他會損失 也不會很多 我們這裡擋一下煙霧彈 暫時減低一點點 被人炸火的機率 在這裡呢 三個武將衝過 和呂布單挑 你看 咦 呂布沒有衝鋒 沒有衝鋒 呂布到底會怎樣 你看我不要緊 呂布沒有衝鋒 就是這個 飛騎和張飛 兩邊衝過來 剛剛這個包住了 你會看到人家 其實衝過來想打個益州公兵 但益州公兵 說真的 一隊這樣衝三個武將來 是非常吃虧 這裡我們定了一個衝鋒彈 雖然不可以完全令到他們不死 但是最少是分散了很多 令到人家 不可以這麼容易去炸火 我們與此同時 你看一看 姜族獵人 慢慢去清掃的時候 人家的和平守衛 開始小人數了 好了 咦 我們右邊忘記了 但是呢 就見到 故隆騎兵 就跟馬超和他的飛騎部隊 硬陷 故隆騎兵 是中型的持槍騎兵 他們在這個近戰 或者這個 續戰能力是會比較高的 但是 你被人家正面衝一下 被飛騎用衝一下 絕對沒有可能承受得住 好了 我們這裡就看一看 這裡有一對和平守衛 閒了一點點 我們姜族獵人 直接在這裡 就不用理會 直接衝起來 特別是這些持刀步兵 不會有能力 去截停我們的騎兵 在這裡衝完 你看一看 這裡的斬馬騎兵 被馬超正面衝一下 已經不行 後面再來 很多次姜族獵人的衝鋒 已經完全崩潰了 我們在這裡 你看到這裡 不斷地向前衝的時候 就好像剛才看到了 這裡我們可以 人家衝過來 我們就向後撤退 與此和其他步兵在前面 去補上 好了 我們又看看 基本上這裡已經清掃乾淨了 這裡的帕提亞戰術 就是這樣 你看到這裡 人家衝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向後撤退 大部分的弓箭手 都是輕型的步兵 只要人家是用這些 中型步兵走 我們看一看 移動速度 先這個34 我們這裡是48 他永遠都不會追得到 在這裡追的時候 後面其他弓箭手 是在執翼的射 再加上他一路跑的時候 來到一下膠塞衝鋒 任何的步兵 都不能夠承受到這些衝鋒 特別全戰三個人知道 這些膠塞衝鋒 是幾鬼死致命的 瘋狂 我覺得真的太誇張 人家這些武將回來的時候 不過不要緊 我們來多一兩波的衝鋒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問題 這些是武將的性能差別 好了 拍提亞戰術 這裡是原理的 清掃了人家的步兵 我們去看看 這一場看到這些 持刀步兵沒有做什麼 和平守衛真的很可憐 我自己覺得老兵 沒理由削到只有200射程 你最少都比個220 你每一下射這麼多 最重要是什麼 你江族店人 哪有可能254射程 神經病 好了 但是呢 我們玩多人線上對戰的時候 就永遠就是 哪隻兵OK 用盡他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來看看今天 最後一條影片 當然 也是這個 客提亞戰術 你看到我的兵 完全沒有改變過 對上不同的對手 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情況下 是怎樣去戰鬥的 好 那對手呢 有這個 趙雲 顯然這個應該是 一些大陸的人 他們就很喜歡用趙雲的 關羽呢 他們真的很喜歡熟角的 那再加上這個 這裡 周瑜 那周瑜 他們真的有種感覺 要帶個軍師 可能比較熟悉的遊戲少少少 周瑜是有這個 我堅不可取的 那是無論是甚麼等級 你同的周圍都是的 那再加上這次呢 是有這個 人家佈的陣 那這裡呢 有些木裝 有兩座戰塔 那其實呢 我上網和人打的時候 我會經常 是會 在那個房名裏 再三提醒那些人 不可以戴這些部署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這樣戴了的時候 是迫著人家打你 其實是很傻的 但是我看到他這樣的陣容 看到他大概的擺法 都知道他的技術去到甚麼 我就覺得算了 那你擺這些我都照攻 那給大家看一下 帕提亞戰術 攻這些人造要素的話 是怎樣打 我們看一看 當然顯然我們的 姜族獵人的射程 依然是有這個優勢 他這裡的 僱傭工兵 僱傭工兵450元 是炸一個益州工兵 對射的話 他們就跟益州工兵基本上一樣 不同的就是益州工兵 一路向前走一路射箭 就好像魔界裡面的精靈 那樣的死勁 那和益州工兵 他的近戰能力 是高過 這個僱傭步兵很多 那 但是與此同時 如果只論射箭的話 其實兩個對射的實力 差不多 好了我來這裡看一看 我們就用這個 姜族獵人 這些遠程優勢 不斷射他 那首先呢 就是射他的召魂 之後他召魂其他按前 再加上這個 渾身都市無膽的召魂 他的士氣現在只剩下18 射多兩射 他應該就崩潰了 我們看看 這些箭塔有射箭的 但是呢 我想他應該是Nerf的那些箭塔 你看到這隊 被他射了一會 現在呢 都只剩下兩隻兵而已 好了 渾身都市無膽的召魂 在這裡就被人擊退了 那這裡呢 他走前了一點點 那其實呢 最主要就是 我們這些的姜族獵人 有這個射程優勢 當然你走前的時候呢 我們呢 就可以將這些 奕州攻兵呢 向前推 就變回一個 攻箭手 射攻箭手 因為說真的 奕州攻兵他的 射箭能力 其實是抵回450元 就像剛才那樣說 顧容步兵的對抗 是沒有問題 好了 這裡呢 要衝過來 就給你看看 帕提亞戰術的精髓之處 在這個步兵衝鋒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呢 就一路向後撤退 對手這隊呢 是輕盈的配套 所以呢 就感覺上 好像就追到他了 那但是呢 一路向後撤退的時候呢 其實呢 你不會有太大的損失的 咦 這裡有一隊飛騎呢 似乎就是 在這裡兜了過來 就走了進去了 那應該呢 我看到對手的反應很慢 這個 就覺得沒什麼問題 好了 這裡一路向後撤退的時候 就在這個位置 來一下 就是教材衝鋒 因為我對手太深入了 這個 鋁布和張飛兩邊 這樣呢 你看看 完全就包了 好了 這裡呢 人家的 這個 關羽 關羽走的 一路走的時候 那些戰術繼續集火射 你看到我一路向後撤退的時候 馬超在這裡來一下 來教材衝鋒 你看到我們簡稱的武权 鋁布 馬超 張飛這些呢 是爆發實力極高的武將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就是一下的衝鋒 一下的衝鋒之後呢 一下的衝鋒之後呢 你看到呢 這些戰繼續這樣射的時候 任何的武將都不會定受到 在這裡呢 對手的龜甲 就慢慢向前推 其實是我的失誤 我就不應該射它 因為呢 全面戰術三角龜甲陣 是100%是甲檔的 但是我想就是 操作的時候呢 就 錯過了這些東西 你看看 這個重擊兵 放在這個長槍陣 剛剛推到我的飛騎 但是飛騎 只需要向後退就可以了 騎兵在前面戰術三角 真的很強 這些步兵是不可能這樣 打得贏它 好了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關羽它基本上是崩了的 樓上也要衝過來 去清一點點益洲金 但不要忘記 益洲金是450元而已 跟別人的義勇槍壁 是沒分別的價錢 但是這裡呢 它就斷送了別人這個 咦?別人叫銀關羽 那關羽也要死的了 那麼呢 趙雲呢都不知道走到哪裡了 這樣之後呢 所以看到我這裡 其他飛騎繼續走 這隊的姜族兵呢 就貼了過去 因為我自己覺得 頭兩場呢 他都完全沒有作為 就隨便叫他 做數字交戰就好了 這裡呢 我們叫張飛去追人的武將 因為張飛有這個體力斂役 那我們這裡清光之後 你看到關鍵一城 就算有箭塔佈了陣 只要在這個姜族獵人 他還沒削弱他OP的250射程 這個戰術永遠都可以繼續打下去 甚至就算射程是大家都一樣的話 其實都還可以用得著的 我們就看一看 這隊米歷洲弓兵240-23 你看到我們的騎兵 最重要是我們三個武將的騎兵 其實不需要那麼急去打人家後路 最主要是要去準備好 對手突然之間向前衝的時候 你要有這些重騎兵去補傷 當然這個戰術是全面戰爭三國被變 是很誇張的 但是當你玩其他全面戰爭系列的時候 概念都一樣的 你需要一些重騎兵去增守 利用著你眾多的弓箭 慢慢削弱對手 是鬥魔的 這次呢 我們之前都說過 這次就給大家看一下 更新了的帕提亞戰術 就更加強大了 這次的實戰是這麼多 祝各位大老母運槍龍再見 再見